哈喽,大家好,我是韦成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耶稣升天 记得要按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公读宗徒大事录 亲爱的德奥斐罗 我在第一部书中去述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 从开始直到他借圣神主妇所选的宗徒之后 被揭上身的那一天为止 他受难以后 用许多凭据向他们显示自己还活着 四十天之久显现给他们 并且对他们讲论天主国的事 耶稣和宗徒们一同吃饭时 吩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而要等候父的恩许 他说 那就是以前你们听我所说过的 入汉是用水施行洗礼 但是几天以后 你们要在圣殿内受洗 聚集在那里的人问耶稣说 主啊 你要在这时复兴以色列国吗 他回答说 复平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间和日期 你们不必知道 但是当圣神降临在你们身上时 你们要充满圣神的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 直到天涯海角 为我做见证 耶稣说完了这些话 就在他们的注视中被接上身 有一朵云彩遮住了他 他们就看不见他了 他们向天注视着他上身的时候 忽然有两位穿白衣的人 站在他们面前 对他们说 在欢呼声中 天主上身 在号角声中 上主腾空 万民 你们要鼓掌 以欢呼的歌声 颂扬上主 因为上主至高至尊 可敬可畏 是统治大地的伟大君王 在欢呼声中 天主上身 在号角声中 上主腾空 在欢呼声中 天主上身 在号角声中 上主腾空 你们要歌颂 歌颂我们的天主 要歌颂 歌颂我们的君王 在欢呼声中 天主上身 在号角声中 上主腾空 因为天主是普世的君王 你们要欧歌赞颂 天主坐于神圣的宝座 天主为王 控制万邦 在欢呼声中 天主上身 在号角声中 上主腾空 公读至西伯来人书 弟兄们 基督并非进入了一座 人手所造的圣所 这只是真圣所的模型 而是进入了天上本境 因此 它能出现在天主面前 为我们转求 他无需一次一次地奉献自己 像大司机每年因带着不自己的血 进入圣殿一样 否则 从创世以来 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了 可是现在 他在这时代的末期 只出现了一次 以自己做牺牲 消灭了罪过 按照为人所规定的 人只死一次 死后就是审判 同样 基督也只一次奉献了自己 为除免大众的罪过 将来 他还要再次显现 不再是为赎罪而来 而是为了那 向那些期待他的人 施行救恩 所以弟兄们 我们花着大胆的信心 靠着耶稣的宝血 可以进入圣所 为进入圣所 他所给我们 开辟了一条 又新又活 通过赞慢的道路 这赞慢 就是他的身体 我们有一位 掌管天主家庭的 伟大司机 所以我们该 洗净心灵 清除良心的邪恶 用清水洗涤身体 而后怀着真神的心 和完备的信德 去接近天主 我们也要坚持 所认的妄德 毫不动摇 因为像我们 许论的那一位 是信实可靠的 阿雷鲁亚 阿雷鲁亚 主说 你们要去教训万民 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阿雷鲁亚 阿雷鲁亚 宫独圣路加福音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们说 今圣层这样记载 墨西亚必须受苦 第三天要从死人中复活 并且你们必须 因他的名 把悔改赦罪的信息 从耶路撒冷开始 传遍万国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我要把我附属恩许的 献发到你们身上 你们应当留在城里 直到佩戴上 那来自高天的能力 耶稣令他们出去了 到了伯达尼附近 举手降服了他们 正在降服的时候 就被提升天 离开他们去了 他们叩拜了他 非常欢喜地 回到耶路撒冷 常在圣殿里 称谢上述 本周我们庆祝耶稣 升天节 升天这个词的意思 是上升的动作 升天是指耶稣的身体 和灵魂上升 进入天堂 统治世界 这并不意味着 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或者他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或者他不关心我们发生的事情 事实上 耶稣说 我与你们天天在一起 直到今世的终结 升天给了我们希望 透过天主的恩典 我们的身体将被改变 变得像耶稣一样完整 这样我们就可以永远在天堂生活 升天也给了我们希望 他将再次降临 在第一篇读经中 我们听到 就为离开你们 被接到天上去的耶稣 你们看见他怎样升了天 也要怎样从天降来 升天也告诉我们 关于天主在世界上的国度 在耶稣升天之前 曼徒们问他 主啊 你要在这个时候 要把重建以色列王国吗 曼徒们在想 耶稣什么时候会成为一个王 跟以色列和其他国家的国王一样 耶稣告诉他们 他们不会知道何时会发生 不过 他还是告诉我们 关于他将如何发生 你们要在耶路撒冷 为我做见证 直到世界的尽头 耶稣给我们的使命 是利用圣神的力量 建立天主的国度 他到天上去指导我们 基督宗教的故事 并不只是在耶稣升天后 才结束 他在你和我身上 仍然继续 成为天主的见证人 这个使命 并不只是针对一小群人 我们都被圣神赋予了工具 我们应该问自己 今天 我应该怎样为他人服务呢 慢慢地 我们可以帮助人们 一起进入天主的爱的国度 并在我们心中建立天主的国度 这个视频中建立天主的国际 这个视频中建立天主的国际